据了解华为Mate60系列的强势回归 已经让华为手机登顶10月2日至10月8日的周销量第一 另据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信息 中国移动你采购120万台华为Mate60全益版等五款手机产品终端 中国移动今日对此进行了回应 BCI最新数据显示 华为手机销量迎来快速增长 近四周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91%、46%、83%和95% 华为手机的销量份额也由Mate60系列发布前的10%左右增长 至10月2日至10月8日的19.4%位居国内市场第一 10月16日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 iPhone15系列在中国首发17天内的销量 较2022年发行的iPhone14系列下降4.5% Counterpoint估计 华为今年仅Mate60 Pro销量就能达到500至600万部 以Edison Lee为首的杰富瑞证券分析师 在今日发布的报告中写道 得益于华为新机型的意外亮相 现在其在市场上的销量已经超越了苹果成为了第一名 iPhone15的销量较其前代机型下降更为明显 这一下降幅度或达到两位数 金融服务公司杰富瑞也估计 在Mate60 Pro的意外亮相推动下 华为在中国的整体销量超过了苹果 分析师写道 这一趋势表明iPhone明年将输给华为 我们认为中国需求疲软最终将导致 2023年iPhone15的全球出货量低于预期 另外中信箭头也在最新的研报中表示 在各大手机厂商密集发布新机等因素的催化下 近期国内手机销量表现有一定的好转 其中华为是9月以来增长势头最强的厂商 就华为手机方面 中信箭头进一步指出 在今年剩余时间内 预计随着交付能力的持续提升 华为将在Mate60系列的带动下保持高增速 而Mate60系列的良好表现 或将推动华为制定明年更高的销售目标 建议持续关注华为产业链 随着销量的增加 华为手机在出货量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10月10日据界面新闻 华为目标在2024年出货6000万至7000万部智能手机 相关消息人士表示 华为已经向供应链追加了足够数量的订单 确保2024年全年能够达到这一出货数字 天峰国际分析师郭明基此前 在社交平台上也表示 华为Mate60 Pro下半年的出货计划 已提升约20%至550万至600万部 发售12个月后的累计出货量 至少将达到1200万部 排除潜在非商业风险下 受益于Mate60 Pro需求与市场影响力 华为手机2023年出货量将同比增长约65%至3800万部 展望2024年 华为手机出货量渴望将至少达到6000万部 在市场形势如此大好的情况下 近日 华为手机又接到了一个大单 据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10月12日消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 近日从华为终端有限公司采购华为Mate60权益版等5款手机 需求数量为120万台 该公告发布时间为10月12日 据证券时报10月17日消息 中国移动本次采购引发市场热议 记者从中国移动相关人士处了解到 本次采购属于中国移动正常的定制版权益版代理采购 据了解权益版机型是指中国移动会在该终端上 就移动云盘等自有业务进行一些定制 和公开版机型区别不大 上述公告中除华为Mate60权益版外 并未披露其余四款手机的型号 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 其余四款机型包括Mate60 Pro级、Mate60 Pro加等 在2019年华为是全球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厂商仅次于三星 但是由于遭到了制裁 华为的手机销量在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了大幅度下跌 一度跌出中国前五 好在如今随着华为Mate60系列的问世 华为有望重回中国最大手机厂商的宝座 其2024年手机销量可能会超过7000万 在科技领域芯片是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部分 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崛起 不惜动用各种手段 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技术封锁和制裁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就是禁止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SML 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光刻机 以阻止中国制造出高端芯片 然而就在最近有台湾媒体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华为用新芯片是ASML在背后助攻 ASML是如何暗中助攻华为的 ASML是荷兰的一家光刻机制造商 也是全球唯一能够生产极子外光刻机 EUV的公司 EUV光刻机是制造最先进芯片的关键设备 可以在硅片上雕刻出极其微小的电路图案 从而提高芯片的性能和效率 目前只有少数几家芯片设计公司和代工厂 能够使用EUV光刻机 华为是ASML的重要客户之一 自很早就开始向ASML订购EUV光刻机 计划用于其麒麟芯片的生产 然而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技术封锁 ASML无法向华为出口EUV光刻机 因为这些机器含有美国的技术和零件 此外美国还向荷兰施加了政治压力 要求荷兰政府不要批准 ASML向华为出口EUV光刻机的许可证 这导致了华为和ASML之间的交易陷入了僵局 然而ASML并没有完全断供华为 而是通过一些隐秘的方式 继续向华为提供了部分DUV光刻机 DUV光刻机是EUV光刻机的前身 采用深紫外光源在硅片上雕刻出较大的电路图案 DUV光刻机虽然不如EUV光刻机先进 但仍然可以用于制造7纳米或更大尺寸的芯片 而且DUV光刻机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因为它们不含有美国的技术和零件 那么ASML是如何暗中向华为提供DUV光刻机的呢 据报道 ASML利用了一个名为维修服务的漏洞 原来在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之前 ASML已经向华为出售了一些DUV光刻机 并承诺提供维修服务 这些维修服务包括更换一些关键部件 比如激光器、反射镜等 这些部件实际上相当于一台新的DUV光刻机的核心组件 因此ASML就可以通过维修服务的名义 向华为提供相当于新的DUV光刻机的部件 并帮助华为完成麒麟9000S芯片的生产 这种做法虽然有风险但也有收益 对于ASML来说 华为是一个重要且忠诚的客户 如果完全放弃华为 不仅会损失巨额收入 还会影响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和声誉 而且ASML也希望能够保持与华为的合作关系 以便在未来有朝一日能够向华为出口DUV光刻机 对于华为来说通过ASML获得DUV光刻机部件 可以缓解其芯片供应危机 并保持其在手机市场的竞争力 而且华为也可以借此学习和掌握一些光刻技术和经验 并加快其自主研发芯片和设备的进程 这就是ASML如何暗中助攻华为的真相 ASML处在不稳定的半导体市场 面对美国与荷兰的同流合污 ASML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 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更多破局的可能性 包括加大与客户的合作力度 增加光刻机出货量等等 荷兰光刻机禁令执行在即 ASML彻底慌了正式回应规则 强调还有很多旧款设备可以出货 并且ASML还简化了交付程序 针对ASML的遭遇外媒表示 被拜登坑惨了 ASML是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 在中国大力布局芯片制造业的背景下 ASML的光刻机至关重要 使用光刻机可以将芯片图案曝光在晶圆表面 而通过多重曝光技术 1980D进模式DUV光刻机也能实现7纳米芯片量产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效果 没有制造商会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 冒险用10年前的设备生产7纳米 1980D光刻机在14纳米 28纳米芯片市场也是非常吃香的 1980D光刻机就在荷兰修改出货规则的范围之外 1980D光刻机供应中国大陆客户 满足中国芯片制造需求 眼看荷兰要在9月1日执行光刻机出口管制规则 ASML彻底慌了正式回应规则 一方面强调还有很多旧款设备可以出货 为客户分析限制出口的光刻机范围 另一方面ASML还简化了交付程序 今年第二季度ASML便通过快速发货的方式 向大陆出货了27台光刻机 比第一季度交付的13台光刻机相比 足足增加了14台 ASML在大陆的营收占比 也从第一季度的8%提升到第二季度的24% 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 ASML的产能十分有限 一度只能交付60%的订单 剩余的订单需要推迟发货 再加上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涌入 可想而知ASML的交付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根据ASML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实现了69优元的净销售额 预计今年会有30%的销售额提升 还有一个利好ASML的情况 那就是ASML手中有380亿欧元 约3000亿人民币的积压订单 这么多的订单在手上 哪怕将来ASML出现新增订单大幅暴跌的情况 ASML也能有恃无恐 种种来看 ASML似乎不会因荷兰修改规则而感到着急 只要ASML能保障产能 未来的日子就不愁了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发挥积压订单效益的前提是 客户不会取消订单 不排除ASML手中有大量的异项订单 也就是还没有正式签订采购协议的 这类订单存在很大的变数 随时都会因市场的变局而发生改变 若ASML受制于荷兰规则 无法正常出货客户想要的设备 或者客户担心对ASML过于依赖的话 那么ASML380亿欧元的积压订单就要锐减了 所以ASML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淡定 内心之中怕是彻底慌了 ASML不止一次表示限制出货的后果 这会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 还会让中国加紧对自主光刻机的研发 现在ASML还能从中国获得大量的光刻机订单 可是将来国产光刻机有了替代ASML的能力后 ASML的地位就要受到动摇了 针对ASML的遭遇有外媒表示 被拜登坑惨了 若不是拜登团队频繁修改规则拉荷兰下去 也许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ASML可以展开自由贸易 满足任何一个客户的订单需求 不用顾虑规则带来的限制影响 实际上拜登坑的核指ASML 就连自己人也给坑了